巴黎奥运第五个比赛日完结 中国飞于潘展乐在男子100公尺自由泳决赛中 以46.40秒刷新由自己在今年2月世界锦标赛 所创下的46.80秒世界纪录 他也是巴黎奥运游泳赛场首位打破世界纪录的选手 潘展乐摘得中国这届奥运游泳手金 一扫中国队连日阴霾 或许是陷入要减风波的关系 中国游泳队表现不如人意 之前紧获恶赢恶童 镜头转向女子自由市小轮车公园赛 中国19岁女将邓雅文以92.50分和92.60分 完成了自己的两轮表演 几乎完美的表现 让他赢下中国在这个项目的历史首金 来看塞纳河的首场奥运赛事 耗时六年和花费14亿欧元总制 赛纳河水智终于过关 铁人三向赛如期登场 选手们需要通过重重难关 游泳1.5公里 骑自行车40公里和跑步10公里抵达终点 拼着都累的距离 但英国的阿莱克斯和法国的卡桑德尔 还是凭着惊人的毅力和体力 尤其是强大的跑步实力 分别夺得男女组金牌